《上阳妇》是一部讲述男女主共同打拼 最后一同登上皇位的故事 整个故事发展十分励志 同时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更是水到渠成 当然也会有一些玛丽苏剧情的存在 如果说这部剧不是张子怡下房后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关注 毕竟近几年来像这种题材的作品真是数不胜数 既网友爆料 原本《上阳父定》的萧綦是由胡歌出演的 但是因为张子怡历见周一维 所以周一维拿下了这个角色 很显然周一维饰演的萧綦是成功的 她真的太适合这样的角色 张子怡所扮演的王轩和周一维所饰演的萧綦 也真是将剧中的角色饰演出了沈韵 一个是出身高贵的郡主 另一个则是出身卑微 但却有着雄心壮志的韩族将军 萧綦这个角色 她心怀大意 凭借自己的一双手 打下了一个天下给王轩 《上阳父》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郡主辅佐韩门将军 登上皇位的故事 许多古装大剧呢 都是有历史可追溯的 比如《甄嬛传》 《如意传》 就连穿越剧《公所心连》 《步步惊心》都有着真实历史背景 因此不免让人疑惑 《上阳父》这部剧 是不是也有历史可以追溯呢 历史上是不是真的 有像萧綦和王轩这样的角色 我要告诉你 并没有 因为《上阳父》改编字架空巧说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这部剧呢 没有任何历史背景 不过也参考了历史背景 和很多历史人物的经历 也就是说 历史上没有萧綦 但却有萧綦经历很相似的历史人物 也就是萧綦的历史原型 剧中 萧綦是广邻萧氏家族 一个以清明才学著称的家族 但是因为 她的母亲身份低违 出身寒门 所以没有名分 而萧綦也成了家族里的耻辱 不被重视 在她11岁的时候 离家流浪 5年后从军 开始了她戎马的一生 多年征战沙场后 她从参将到大将军 再到岳章王和皇帝 按照萧綦的人生经历 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物 和她的经历很像 那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 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 刘裕 这个皇位呢 不是她父亲传给她的 而是她自己得来的 所以说 刘裕是汉高祖刘邦弟弟 楚元王刘娇的第二十二世孙 但是刘裕家呢 早就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了 而是低级的士族 还是那种没啥钱 很贫苦的家庭 刘裕出生的时候 她的母亲不久因病离世 父亲又没有钱请儒母 一度想要抛弃刘裕 好在呢 有好心人帮助 刘裕才得以活下来 后来刘裕长大了 但她仍旧只能靠砍财 种地 打鱼 喝卖草鞋 维持生计 而且刘裕还曾 迷上赌博 遭到乡里人的鄙视 但是狼牙王室的王密 却对刘裕另眼相看 还曾对她说 你应当会成为一代英雄 得到王密的赏识后 刘裕的人生从此开挂 她离家从军了 成了北府军 将领冠军将军 孙无忠的司马 静安帝 罗安三年 吴斗米道士 孙恩起兵反进 刘裕获孙无忠 举荐到了 刘劳之的麾下 担任参军 刘劳之与孙恩对抗 刘裕率重迎战 在399年至402年的 刘裕几次击败孙恩 逼得他头海而死 刘裕也因此立下了战功 被重用 之后 402年至406年 刘裕击环旋之战中 刘裕再立战功 静安帝 因他 匡府之功 受封为豫章进攻 十亿万户 获赏捐三万匹 一年后 刘裕又获封适中 车骑将军 开辅 宜同三司 扬州刺史 陆尚书市 巡演二州刺史 正式入掌 朝政大圈 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 刘裕 青师北上 搭响了南院之战 又消灭后勤 降服 仇持 大破北魏的铁骑 他用巨大的军功 揽下东晋的军政大权 坐上 相国 杨周牧 还获封了宋王 公元420年 刘裕 戴靖自立 将进攻地 封为 林林王后 宣告东晋灭亡 并改国号 为宋 史称 刘宋 刘裕称帝后 挟取 全朝 士族 豪强 专后的教训 加强 集权 抑制 兼并 实施 土断 整顿 立志 重用 韩式 振兴 教育 还多次探访民间疾苦 亲交伯父 废除科法 改善社会状况 结束了门阀专政的时代 最终 奠定了南朝 韩人掌金药的政治格局 并开创了 江左六朝 江域最辽阔的时期 还为 原家之治 打下了基础 遗憾的是 刘裕用半辈子 打下的江山 他只做了两年皇帝 就驾崩了 被李治称为 定乱戴心之君 刘裕 在公元422年 原版打算出征 与北魏开战的刘裕 应并逝世 终年60岁 在成功登上王位后 萧綦一心一意对待王轩 甚至让王轩成为了后宫中的唯一女子 两人的爱情忠贞不二 令人羡慕 王轩更是在自己29岁时 为萧綦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不过 他却因为一次流产了 留下了后遗症 第二胎生产后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即使萧綦寻找民医 也救治无果 最终因病去世 目前虽然并没有讲到萧綦的结局 但如今看来 无外乎两种结局 第一 如历史所讲 萧綦在登基后的第二年驾崩了 第二 远离历史 结局 影视剧为主 在萧綦的正确统治之下 这个王朝越发的繁荣 萧綦更是一生受人爱戴 但是 他却一生未娶亲 因为 他已经将王轩 牢牢地放在了心中 并且 只将他视为自己 这一辈子 唯一的妻子 萧綦这个角色 其实本身呢 非常极端 为何这么说呢 他可以为了自己的报复 不断征战 只为让老百姓 能够享受平安的生活 同时 在感情中 萧綦同样也是一个极端的人 既然爱上了一个人 那么 就会爱到底 甚至 将其视为自己终身的伴侣 由此看来 王轩虽然早早离世 但他终究 还是完成了自己 少女时期的梦想 嫁给了真正的爱情 儿子